几几年 现在这些天特别的厉害 你别看他现在不想 我告诉你 这个灵性在身上蛮厉害的 有时候发神经病的时候 突然就叫 是 一号晚上我们住在旅馆里 他昏死过去 一个多小时 上海的同修和富养同修 给我们祝念 大白州新京 后来一个多小时醒着 后来我们 现在不要讲了 现在不要讲 听台长讲 你讲什么了 我都看见了你讲什么了 身上有一个鬼 是他家里 你们家里的妈妈 是一个男的 不知道是他 你妈妈的弟弟 也不知道哥哥死掉了 也不知道是一个 就是兄弟 是一个男的 在他身上 这样的 有的 这个边上是他妈妈不了 我是他妈 你是他妈 他另外的女生有没有 你妈妈打过胎不了 有的 死在肚子里的 死在肚子里是不了 是不是一个男孩了 你去问问你妈妈 现在在他身上 这个灵魂 而且这个死在肚子里 是你妈妈不当心 听得懂吗 像他这种病 救他 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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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看病 看不好了呀 我就是看不好了 当然了 你花多少钱 看不好了 排长是专门 医这种医院里 说没办法救的 看不好的人的呀 看得好来找我干嘛 看得好没找医生呀 就是我知道的词的呀 刚接受三四个月 稍微帮你救救他 好吗 好的 谢谢 感恩 好 叫他跟我讲几句话 你代表他边上 好吧 小弟 你好吗 师父 你现在身上的灵性 台长已经叫他离开了 你很自由 你开心吗 开心 小弟 你要看看 台长头上 有没有光啊 这个光会帮助你的 有 这个光能够帮助你身体越来越好 你开心吗 开心 好 你愿意不愿意吃全素啊 吃全素 好 小弟 小弟 台长爷爷能够帮助你 恢复到很正常 人家都会 不会看不起你 每个人都会对你很好 他们都会很爱你的 他们都会很爱你的 因为你很老实 你是一个很好孩子 以后别人讲你 你说 我的师父是卢台长 他们以后就不敢欺负你了 好不好啊 好的 小弟 你以后能不能念经啊 念经 好 你自己相信不相信 你的身体会好啊 会好 谢谢师父 我告诉你 你自己要有信心 台长爷爷会经常到你梦里来看你的 好不好 好的 你过去 应该有一次梦见过台长爷爷的 是看了台长爷爷的DVD啊 之后 你想想看 有没有啊 有 就是一号晚上 我现在可以叫全场 几万人 如果 可以做梦 做到台长 这个梦的 就是看见台长法生的 一举起来 吓你们一跳 我可以告诉你 我救人 根本不是靠现在救的 完全是靠法生 法生很厉害 卢台长 我刚才刚刚想说 一号晚上 他昏迟过去 就是半夜里 他做了你的梦 看见了吗 做了你的梦 他说 罗台长是活菩萨 这个不要讲了 他第二天很正常 很正常了 我告诉你 精神很好 你等他经 帮他念好了之后 他还要正常 像这种小弟弟 台长 救救他 小菜一碟 感恩罗台长 我救了多少人了 感恩师父 你知道上次有一个佛友说 被台长救过的 像这种类型的病人 各种各样的病 可以开个万人法会 你相信不相信 这个八年 那罗台长 我还想问一下 他说一个 像杠杠头 是什么意思 什么 他有一次晚上 您身上他身的时候 眼睛出血 嘴巴出血 后来他 这个恢复的时候 他跟我说 妈妈 我好像有 像杠头 我也不懂 什么叫像杠头 你嘴巴 你话讲了慢一点 像 什么叫像状行 像杠头 下杠头 我也不懂 你不懂吗 我讲给你听 否则你找我干嘛 下杠头 大家记住了 在东南亚 非常流行 如果你这个人 得罪人家了 人家很恨你 又搞不了你 怎么办呢 人家就是通过 念经 这种经是咒语 这个不是我们的这种 我们的其实 十小咒识 所以菩萨的经文 只是它比较短 所以称为十小咒 但是呢 真正的下杠头 那些咒语呢 是地谱上来的 他冲着你念念念念 之后 你的魂魄会被他念掉 你就会觉得空空的 人傻傻的 然后呢 发呆 然后呢 整天倒霉 这就是被人家下杠头了 你听得懂吗 现在他说 人家给他下杠头 就是说 这个鬼上身 搞他 就是呀 就是呀 然后还有 那个 知道他靠什么办法 把他搞掉吗 人家来搞你 你就要请观世音菩萨慈悲 明白吗 明白 我告诉你 你跟我记住了 你好好的修 你这个嘴巴 不要乱讲话就好了 知道 嘴巴话太多 乱讲 知道 明白了吗 我原来不知道的 现在 你现在要懂得 这个孩子 你如果发现 他抽筋 有灵性上来了 赶紧烧小房子 明白吗 如果不能烧小房子 赶紧跟观世音菩萨妈妈讲 不要自己直接跟灵性对话 因为你跟灵性一对话 这个鬼就缠住你的 他就不走了 所以很多人 你们要记住 如果某一个人 突然之间昏厥 嘴巴里胡说 你们千万不要去跟他讲 因为你们那个时候 跟他讲话 已经不是他本人了 是一个鬼了 你们知道台长 在印度尼西亚那一天 跟两百多个弟子代表 在吃饭 突然之间 一个乌龟精 趴在一个女孩子身上 那女孩子 只有21岁 头发还染得金黄色的 穿着义工服 突然之间 就趴在地板上 就这么像乌龟一样 爬过来 嘴巴里讲 我又见台长 我又见台长 全部都有录像 你们想一想 一个人 灵魂被人家控制了 你就完了 他现在就是 被人家下杠头 明白了吗 他的您身上 真的好几 有一次没 喝酒 这会一样的 有一次没 我告诉你 你记住了 你好好念经 其他都不要讲 而且你不要太凶 你在这样的话 我就把你 儿子身上的灵性 弄到你身上来 他很快就好了 接下来 你就跟他一样了 你想不想了 你看 这就叫妈妈 不用 罗太长 我们要念多少小房子 小房子给他好好念 108章 108章 我一开始108章 后来没173许 就是啊 108章 108章 一波一波这么念下去 放声 放声 你问小弟 小弟 你现在 小弟弟 你现在舒服不舒服啊 舒服 看见吗 讲都不要讲了 你讲话有什么用啊 我告诉你好好念经 放声放 13000条鱼吧 好吧 小弟好好地乖一点啊 我家的佛台 给我看一下 家佛台蛮好啊 右面不好 面对佛台的右手边 是个什么房间啊 我们在顶楼啊 佛台边上 什么房间 佛台边上是 原来是洗衣服的房间 看见了吗 有灵性在里边 家里的灵性 赶快贴山水画 好的 把它割掉 好的 嘴巴不要乱讲话 你的儿子这个病 你好好的念 明年你带他过来 台湾给他特殊照顾 我告诉你 你看他现在都合掌了 这孩子 看见吗 谢谢 他银色 我问一下 银色是什么银色 很银色的 银色的 银色的 几几年数什么的 九零年马 什么 九零年的马 九零年的马 棕色的 咖啡色的 给他穿咖啡色的衣服和 给他穿咖啡色的衣服 好了 好了 不能再问了 没时间了 好了 好好的把孩子教育好 你有你这种妈妈 孩子好不了 快下去 好好念经 啊 啊 看一下 ひ呢 好了 很好 好了 好 好 好 你